文字的部分 然後我們主要是 就是由天母地名由來 還有因為我長軍故居嘛 所以就是戰後這個國軍跟美軍 互相協防的關係然後來開始講 這樣子 我會可能講比較快一點 因為內容比較多 對 然後一開始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們就要 因為會講到天母地名由來 是因為我們就是在思考說 我們要講天母這一點歷史 然後我們就要來想這個問題嘛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知道說 是天母教育的創辦人 就是中治人郎先生 然後他是創辦了天母教 然後呢他也在天母這邊有創立一個天母神社 所以天母神社這個地方呢 就叫做天母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時候除了神社之外 就是他也就是 他也去發掘了天母這邊有溫泉 所以他也在天母這邊有個天母溫泉 那那時候很有趣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說 天母溫泉跟當時的這個局員諸事會社 就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 台北的第一個現代化百貨 我們就是局員百貨其實是 是有關係的 因為表示說那個時候 除了在市中心這邊有局員百貨之外 在天母這邊有天母溫泉 就是日日期待的時候大家也習慣了 回去 就是這幾個地方都是算是比較 就是開始要現代化的地方 像天母溫泉旁邊就有馬車啊 還有一些巴士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這是第一個人物 然後另外一個人物就是局員百貨的創辦人 就是從天榮智先生 對 那從榮智先生就是那個日日期期的時候 算是那個時代就是非常 在基因狀況是很好的一個 就是一個就是 算是 他一開始是布商啦 然後他後來就是創辦了局員百貨 然後當時就是天母的天母溫泉 還有天母旅館這整個土地 都是歸他所有 然後我們 就是我們開始發現這些事情 是從我們發現 羅爾倫將軍的這個土地的地契上面 是寫他兒子的名字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哇原來這個地方其實承載了很多 就是可以講日日時期 這是台北的故事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 這就是從天榮智跟他夫人 然後還有局員百貨 然後還有當時我們看到的 就是羅爾倫將軍故居啊 還有天母溫泉這一塊 整個天母這塊地 然後就是有這個從天榮智先生這樣子 所以我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關於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從從天榮智 開始去想天母這邊的歷史 那他跟中智人郎的關係是很好的 然後中智人郎又創立了天母教 所以我們想說 哇原來這個 我們現在的在站在這個 羅爾倫戶居的這塊地上面 其實是可以講 可以串連很多 跟就是天母 天母相關 就是以前的過去 關於天母怎麼來啊 然後其實他也見證了 整個日日時期裡面 台北的發展 因為他其實可以 他可以串連到士林 然後打到成西門町 就是那個時候的樣子 其實是可以 就是從用 由這塊地來講的 對這是日日時期的部分 然後另外呢 到了就是羅將軍的部分 其實我們就在講的 就是這個 台灣戰後國軍跟美軍 互相協防的關係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天母旁邊就是 都是那個 就是現在這個 我是夠紅一點點 是那個 就是羅爾倫將軍的 孤絕位置 那其實